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个字眼 以为是传说降临角色要推出 结果点进去看 还好是邪恶龙军团 我想说官方这么 难道已经这么的要钱要到不要命了吗 才没出半个 一个礼拜的还没过就马上要推出传说降临 这一场邪恶龙军团 他的能力正式已经公布了 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不过在看他的能力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主动技 以及必杀动画 相当相当的不错 蛮给力的 ok 那么就 let's go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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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吧,他的主动技整体来说 我客人是觉得还相当的有感啊 而且他后面的必杀跟超必杀的联合技能都做到相当的有感 毕竟我们在当初看GT的TV的时候 七星龙其实是没有连手攻击的 可是这一边的话,他就把他们的必杀技通通的掺在一起 然后把它给做出了一个连击的感觉 连击的感觉啦,倒还蛮不错 我是说以一张免费的L奥来说 官方已经是非常有诚意的啦 而且这张免费卡还非常的强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啦 直接来啦 L奥斜荣军团,极之俗性 这个我昨天忘记讲了 虽然说这边是看得到啦 三维方面的话,在血量跟攻击 这一侧其实不是到很高啦 就相对免费卡的等级啦 不过防疫力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初始八七二五 然后如果到时候开到彩星的话 可以到一万三千多 然后再配上他的被动 整体能力会相当有感 OK,这是他的三维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队长的技 队长技的话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到啦 没错,就是GTBOSS的类别啦 气力加三血光方,130% 就是一个小队长等级 毕竟这一轮黄金周 所推出的GTHero是悟空Bashita 然后没有极细的角色 所以这边的话肯定就是GTBOSS的 这个的话老实说 GT内别的BOSS应该是蛮少的啦 不会到特别多 像Baby超17号这些都会融入内 不过以这张卡的情况 主在邪恶龙片内应该会比较强一点 到时候应该会陆续会有多一些卡啦 像Baby的话其实都OK 可是就是讲 目前为止 能用的Baby也就只有那一张LR 然后我又没有抽到 对于没有抽到的人来说 老实说真的是相当无感啦 OK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必杀技 以他的必杀动画来配合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邪恶龙强吸 蛇气的必杀 给对手极大伤害 然后攻防低下啦 然后超必杀 超必杀的话其实也是差不严啦 给对手超极大伤害 然后攻防低下 再来多了一个中确力七绝 整体能力其实是更加偏向战斗路来使用啦 那可是就 昨天我们就看到他的主动机其实是蛮高的 哈哈哈 OK OK 直接来看他的被动好了 这算是比较重要的东机 -Energy 负能量的功力 嗯 能力老实说非常的强啊 自身的攻防70% 然后必杀技发动时 攻防再加70% 这边就是想成了 然后攻击的时候 攻击的对手处在攻击或防御低下状态的场合 自身的7D加4 然后 最后一条 GTBOSS类别的魔防圈炎 7D加3 攻防30% 嗯 以他的被动来说啦 我们这个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的普注是 最后才来算 单单就是让他70乘70来说 就 DOTTER可以达到219% 219%的加成能力 以一张免费卡来说 又是L奥 219%的加成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夸张的点没有 哈哈 GLAN也不过是200% 当然GLAN的三维数值是更加的高啦 而且被动其实也是更加的猛 有全属性效果拔群啦 毕竟是 不过以一张免费卡来说 而且 只要认真的去打大乱战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彩星的情况下 这张卡 已经是很强了 虽然说 他能用到的点子比较少一些啦 是相当可惜的 但是嘛 强就是强啦 没得好说的 哈哈 OK 然后来看一下他肺肺的这个 主动技 Active Seal 邪恶龙 觉醒 然后 发动条件 战斗开始 7回合后 还可以发动 我干 我都说了昨天 7回合后 在战斗路 不是我们干掉对方 就是被对方干掉了 哈哈 根本进不到7回合好吧 OK 再来就是发动效果 一回合自身7D加7 敌方全体的攻防30%到 这个可能在超长官上 稍微 可以值得期待的就是 就是那个加气的能力嘛 哈哈哈 真的是 嗯 有点小可惜的 不过他的连接 我倒是觉得 跟超异星龙就很mesh啦 呃 残虐 惡梦 恐怖与征服 GT 邪恶龙 Boss Carrack 跟传说之力 传说之力是连不到啦 但是 有Boss Carrack GT 再加邪恶龙 这三条连接 他的攻防加成就非常高了 哈哈哈 哦 我稍微来看一下 诶 我才刚刚登录 嗯 我们的角色 邪恶龙 骗 超异星龙 OK 超异星龙的连接 看一下 残虐 有 恐怖与绝望 有 Boss Carrack GT 超异星龙 多达五条连接 我们可以连得上 然后 像残虐的话 攻击力 恐怖与绝望 直接将敌人防御力 所以只要他跟这个超异星龙摆在一起 气力有 然后又可以直接将敌人的防御力 就可以直接把他的那个被动给触发掉了 当 气力 欸 当敌方是处在攻击或防御底下的状态时 气力加4 更加好的可以开到超必杀 然后剩下的就不用好说了啦 Boss Carrack 攻防25% 只要练到10级就是强 然后 GT 攻防10% 练到10级的话 也是一样强 邪恶龙 同样的强 攻击 升到晚 攻击大概是20% 然后防御15% 超高的 攻防能力都是 顶级的 可是我这个 跟超异星龙摆在一起 绝对是 让人安心的情况 没有什么好说的 最后最可惜的点 大概就是 在于它的类别 类别比较少 GT Boss 邪恶龙片 跟Combination 就这三个 欸 没有了 哈哈哈 不过整体 以一张免费卡来说 算是ok了啦 它主要就是 带动整个GT Boss 的先行 以后GT Boss 可能会 陆陆续续的 会再粗一点 毕竟Baby 肯定至少还有一张到两张 会出来的 首先就是 Begeta Baby的形态 要不然就是 从最粗的Baby 慢慢升上去到Begeta Baby 这样子 各种形态可以出啦 超17号也是一样 它都还没有出第17号 然后再配上限制17号 然后可以做交替 然后再做合体 这样子 也是很多可以玩 蛮不错的 那么就以后就 再期待官方怎么出啦 反正这一张卡 算是蛮强的 到时候出来的话 可以跟它还下来啦 只要点数充足的话 好 那么这一次 邪恶龙军团的介绍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毋庸置疑的枪啦 可惜需要花一段时间 才可以把它给踩行 这一点是比较麻烦 好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加玛丹